深度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江倩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 深度居 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因能搞出地瓶 两口子看着都好好的 咋就生出了地瓶的娃 基因是咋搞出地瓶的 地瓶携带者能不能要宝宝 地瓶有啥遗传规律 拨开迷雾看真相 深度居 这就带你们从基因角度 重新认识可恶的地瓶 基因与血红蛋白 基因是重要的遗传物质 能控制蛋白质的合成 基因出问题 蛋白质的合成就会出故障 氨基酸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组合 串成串 形成一种叫钛链的东洞 钛链按照一定的规律盘区 折叠 就形成了蛋白质 这氨基酸排列的方式 钛链折叠的角度可都得听基因的 指挥合成血红蛋白钛链的基因 主要有α β δ 和γ这四种 它们指挥合成的钛链也分别是α钛链 β 钛链 δ 和γ钛链链 血红蛋白由两对不同的钛链组成 一对α钛链和一对β钛链组成的血红蛋白 叫血红蛋白A 占体内血红蛋白总量的95%以上 一对α钛链和一对δρ钛链组成的血红蛋白 叫血红蛋白AR 一对α钛链和一对γ钛链组成的血红蛋白 叫血红蛋白F 耳朵竖起来 眼睛盯紧深毒菌 高能烧脑的内容走起 地频的分形和基因的关系走一波 α地频 α地频简单来说 就是α基因出问题导致的 血红蛋白A 血红蛋白A2和血红蛋白F中 都含有α钛链 α基因有问题 α钛链就会减少或缺失 这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 直接导致血红蛋白的合成不足 甚至完全缺失 使红细胞输送氧气的能力降低 引起贫血 第二 α钛链合成减少或缺失 会让β钛链和γ钛链过剩 这些过剩的钛链就会两两抱团 变成有两对β钛链 或者由两对γ钛链组成的异常血红蛋白 这异常血红蛋白可真致命 一种情况是 异常血红蛋白运输氧气有障碍 眼看着细胞全氧而死 也释放不出来氧气 直接搞出贫血 另一种情况是 异常血红蛋白沉积在细胞膜上 造成细胞膜僵硬 使得红细胞容易自爆 寿命缩短 引发溶穴性贫穴 βD频 βD频简单来说 就是β基因出问题导致的 β基因有问题 β钛链就会减少或缺失 这会带来两个问题 问题一 β钛链减少或缺失 直接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 红细胞输送氧气的能力降低 阴气贫穴 问题二 β钛链减少或缺失 就会剩下许多α钛链 α钛链迟迟没有等到β钛链 居然出现了很多的γ钛链来陪伴α钛链 这下好了 本该合成血红蛋白A的 竟然变成了血红蛋白F 这血红蛋白F比血红蛋白A运输氧气的能力差了一座珠穆朗马 氧气供应不给力 贫穴就来了 另一种情况是 过剩的α钛链会沉积在红细胞中 造成细胞膜僵硬 使得红细胞容易自爆 寿命缩短 引发溶穴性贫穴 深毒菌 做什么检查能确诊地瓶呢 地瓶该咋预防啊 关于地瓶防茶质的那些干货 深毒菌早就准备好了 卖个关子见 下集 你来了 伦家才告诉你啦 救咪 新港脑梗前列腺 乳腺子宫内分泌 十三大科室 上百个病重 尽在深毒视频 再新问诊 十几万公里医院医院医生 二十四小时待命 养回哟 预约挂号 全国医院任命挂 3w.深毒TV.com 深毒全P加TV 要关注哟